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最近被港府抓捕保释后按计划访问台湾 他周一在台北呼吁台湾朝野提出法律政策人道保护港人 黄之锋三人来台外媒也在机场紧追 香港反送中运动从6月高峰期至今 警方抓捕1100名抗议者与市民 民主派人士最近频频被暴徒袭击或被警察抓捕 包括黄之锋所属的香港众志政府主席都是受害对象 民主派议员朱凯迪表示中共文攻武嚇 但中共跟港府已经没什么牌可出 香港人的抗争必须撑过关键9月份 但承受很大风险 呼吁台湾跨党派提供人道援助 例如难民法或其他法案 9月份是一个关键时刻 街头上面的示威者 其实他已经要冒很大的牺牲 去继续这个示威 他可能随时被抓 抓了以后在警察局会有酷刑 然后他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重罪 像暴动罪 他可以判十年的主意 任何的条文任何的政策还有出事 如果是能够帮助到来到台湾的香港人 我自己也觉得觉得是有正面的影响 但我们也非常关注 就是一年以后到2020年的9月的时候 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同意优先强化现行的港澳关系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对于因为政治因素而导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的港澳居民 可提供必要援助 不过制度不明确 行政部门需要尽快制定办法 立法部门要强化法律 现有的这个法律有一定的空间跟工具 那我们会尽可能的提供相关的协助 那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来这个帮助跟协助香港人 那我们也支持政府针对港澳条例等相关法治措施 立法院今天朝野协商时代力量草拟提案共同声明 要求行政院立刻依据港澳关系条例 制定颁布实行细则 确保援助机制制度化 已经由各党团带回演绎